來我們看一下 在金屬的結構裡面大部分是什麼鍵 金屬鍵 金屬鍵對不對有沒有方向器 沒有 所以原則上它周邊的原子有沒有受到限制 沒有 像我們剛才有講共架鍵跟離子鍵哪一個有方向器 共架鍵 共架鍵 所以共架鍵旁邊就有限制 所以金屬鍵旁邊沒限制 所以它能夠多擠就多擠 所以相對而言 整個固定的體積而言 金屬鍵旁邊不受限制 所以它旁邊的原子數目相對而言會比較 多 多還是少 多 45號同學 多 多 好 所以在整體固定的體積而言 它裡面所含的原子數比較多 所以含的質量也比較高 所以一般來說金屬的密度通常會比較 大 大 很好 OK嗎 對 那在金屬裡面我們講最三個基本的晶體結構 包含綠色的Fast Central Cubic 面性立方 FCC 藍色的Body Central Cubic BCC 體性立方 跟橘色的Hesagonal Clospec 六方最密 GHCP 那Table 4.1分別列出來在不同金屬 好 它所具有的氫體結構 以及原子氮鏡 所以可以參考一下 嗯 好 來我們看一下 答案在這裡 答案在這邊 我們看一下 綠色的請記住 很重要 請記住 你要想像的應該是這個 原子硬球模型 這才是真實的情況 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同學在黑板上畫的都是原子縮小的 精簡版 比較容易觀察 但是實際上其實是 原子硬球模型 實際上是長這樣子的 好嗎 所以在做一些想像 立體的想像的時候 請用原子硬球模型 那課本也分開幫你列出來 所以分別請看好 我現在又要點燈了 欸 冰彩虹人要不要回答 好齁 來 請問你 FCC綠色的齁 請問你原子坐落的位置 在單位金包的哪裡啊 單位金包 如果是晶體結構 是FCC面性立方 請問你原子所在 在單位金包的位置 分別在哪裡 非常好齁 周同學請坐齁 來 我們回答了齁 綠色的布色 原子所在單位金包的位置 分別在八個角落 分六個面的中心 平潮橫輪 藍色的BCC 原子所在位置 還有呢 中心好請坐 來 陳同學 HCP 原子所在單位金包的位置 幾個角落 十二 還有哪裡呢 上下的什麼 上下的中心 上下平面的中心 各有一顆 還有嗎 中間有三顆 好 請坐齁 這很重要 同學 一定要會齁 陳同學可以坐了齁 好 現在呢 我們有幾個問題來了齁 幾個問題來了齁 第一個是 我們往下看齁 好 我們首先介紹的是FCC 首先介紹的是FCC 那基本上呢 代表的元素包含了銅鋁鋅 在哪裡 如果你要決定 單位金包的邊長 以及原子半徑的關係 現在你看黑板的圖 你要用哪裡去決定呢 請記住齁 一定要有連接的 所以不可以用這個圖來看齁 因為這個圖來看不準 一定要想成原子硬球模型 這一條或者是這一條都可以 也就是平面的對角線 好 平面對角線 這是第一件事情 單位邊長如果為A 原子半徑為R 請問A跟R的關係 來同學來 你看這裡齁 這條線 這條線等於幾A 幾A 邊長如果是A 更號AA嘛 等於幾R 應該是更號2A等於4啊 OK嗎 這樣有沒有問題 A跟R的關係齁 好 下一個 再下一件事情齁 我要來問齁 沒有關係 三大同學可以點下一個 齁 來 請問你齁 這一個 這個 你看到嗎 請問角落的原子佔 單位金包裡面 這個球在這個單位金包裡面 只有 非常好 請做齁 你點下一個 請問你這個面 在 這個面的這顆球 在單位金包的體積 這個球只佔了多少 很好 請坐 點下一個 對 簡單的齁 這一個請問在單位金包佔多少 很好 請坐 下來難了齁 點學長齁 屬大毛 這一個佔多少 好 來 這個佔多少 很好齁 4分之1喔 好 來 我們來看下面了齁 來 請問你 在整体的FCC晶体结构里面 单位金包所含的球总共有多少个 在这个FCC的单位金包里面 请问他球总共占了几个 怎么得到的 好告诉我怎么算 单元占多少 怎么算好了我先问 这个占多少 八分之一对吧 有几个角落 八个再加上面心二分之一有几个 六个所以总共有几个 请坐点下一位 FCC请问你 八月金包所含的球总共占 角落八分之一有几个 八个还有没有别的球 占多少 总共有几个 好请坐 输到吗 HCP来 六分之一的角落有几个 十二个 十二个 十六乘二 然后还有哪里 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乘一 还有吗 然后中间三个 中间三个 这样总共几个 二个 好请坐 这样会了吗 来我们往下看一下 同学这些都是重点 要会 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 第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 再来定义了 一号同学 请问你 Coordination number是什么 很好 配位数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很好 非常好 配位数 Coordination number 它是指 每个原子或离子 最接近或者是相邻接触的原子或离子的数目 也就是距离跟它一样长 最多的数目是多少 来我们请 你帮我再站一下 对 就是你 请问 它的配位数是多少 原则上应该就是它前后左右距离最近 数目最多的就是配位数 好吗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Atomic Picking Sector 原子堆积因子 简称APF APF 有人会吗 很好 原子堆积因子所代表的意思 很好 学长是对的 原子堆积因子 APS是指单位金包中被应酬原子或离子所填充的体积分率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在这个单位金包里面绿色的球在这个单位金包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单位金包有被绿色的球全部填满吗 没有 所以他就要去算他的分率 好 我们现在来算这个分率 来 有人要自愿回答的吗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APF APF 所以下面是单位金包的体积如果边长是A所以体积是什么 A三方 再来是单位金包所占球体的体积 里面有几个球 算这个 等一下让你回答 四颗 球体体积数学是什么 三分之是PiR三方 这时候我们必须知道什么 A跟R之间的关系 A跟R的关系 A跟R的关系要看哪里 4啊 等于学高手 很好 所以这个带进去之后答案0.74 这样有没有问题 BCC算一下APF 体积多少 几颗 两颗 几颗 A 多少 三分之多少 啊 三分之多少 三分之 Pi 对对对对 R三方 确定好 A跟R的关系 A跟R的关系 还是一样 4R等于根号2A是不是 对 好 赞的 怎么可能对 来 10号后面的同学 A跟R的关系 好 好 那你回答 以免疫 你告诉我 A跟R的关系 从这个图里面 那条线在哪里 这里 对吗 所以这样子的三角形 对吧 所以A跟R的关系 4R等于多少 这个 多少 这个是1啊 这个是多少 根号3 这里根号3哦 这里多少 这里多少 这里是多少 根号2 所以这里 根号3 好 所以这里是 请坐 4R等于根号3A 带进去 答案 0.68 好吗 这样OK吗 可以 好 我们再往下 我们等会再来看HCP的 好 这几个都要会 在FCC里面 所占的原子数目是 8个角落 乘上1% 加上6个面性 乘上2分之1 总共有4颗 好 那 我们看一下 好 Coordination number 配位数 好 配位数是指一个原子 好 离它最近的原子或离子的 最大的数目 好 FCC有12个 假设你以这个平面来看的话 它从面心到4个角落 以及上面到4个面心 以及到下面的那一个4个面心 总共它的配位数是12 那 原则上呢 我们刚才讲了 请记住是原子应酬模型 所以4R等于根号2A 好 所以原则上你可以利用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得出 APS14 0.74 这个要不要备 随你 但是一定要会算啊 你原理理解了之后 基本上不容易忘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